因为补选本来就是比较冷 当然高雄市这次的补选 比起其他的补选已经算是热了 可是对陈其麦来讲 他当然还是希望能够热一点嘛 所以他说他的未来这个目标 只要输给蔡总统一票就好了 可是你看 如果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是不是蓝绿真的都寄望 最后韩国瑜能够出来 你怎么看这样的状况 因为你看 这个蓝绿之间的攻防 按照这个网络的搜寻的关键字里面 韩国瑜还是蓝绿攻防搜寻的关键字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形 也难怪李梅珍对于韩国瑜 其实也又挨又怕 但是其实说实在的 重点在韩国瑜 韩国瑜有真心想要帮李梅珍辅血 还是韩国瑜其实根本就不想来 我觉得韩国瑜应该不会来 因为如果说他来了 然后李梅珍的票数不太好看的话 他就自己就很丢脸嘛 就证明说你被94万罢免 是其来有致 然后而且你说的130万票 没有投票的人就是支持你 显然也不是 你知道我觉得李梅珍最好笑的就是 你知道刚刚那个林委员说 好像那个立法院打架是为李梅珍 你知道到上个礼拜我发现 真的国民党那个市议员 还有什么周锡伟 他们真的开了战车 在门口这边吆喝 那些人为什么不到高雄 去帮李梅珍造势 用同样的方式 或者李梅珍为什么不到台北 来站在那个战车上 然后帮你自己拉台绅士嘛 显然都没有 所以他两个根本是不搭嘎的东西 各搞各的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还记不记得韩国瑜那时候 要选市长的时候 在高雄有一些妇女团体 帮他造势他胡说八道 讲了一些话 什么要赔税啊什么之类的 那些国民党在高雄 他的社团组织 非常的绵密庞大 而且他的妇女组织 影响力很大 人员很多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为什么 高雄市长20年来 都是民进党在做 可是他的市议会 议员没有少过 他的议员人数很多 就表示说 他事实上有基本的实力 也有那个社会社团的组织 而且非常的绵密 而且很多 可是我没有看到 一个社团帮你们一生造势 然后每天都是他一个人 在那边跑去拜 跟人家鞠躬啊拉票 另外还有时候说 他的行程很少 是因为他去拜访大佬请议 好 你去拜访了什么大佬 请议了什么东西 讲给我们听嘛 然后大佬怎么教你去选举 讲给大家听嘛 那也叫肇事啊 对 没有啊 他拜访了哪一些大佬 他讲不出来嘛 然后请议了些什么东西 也没有 然后大佬给你 什么这样指点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 就是说整个高雄 支持国民党的 或者韩粉非常的冷漠 那他的声望 那个声势会那么高的原因是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笑话 你比如说去那个 这一点跟韩国语很像 对 那周杰伦的那个歌 去把人家改编 那种东西 你现在想很多年轻人 就会上网去看 对 那另外就是 而且你知道他那个跳啊 那个样子我就讲 他不是去选艺人你知道吗 他是选市长 对 你为什么用那样的方式 还有另外就是论文又抄袭 然后人家帮他看成 他从第几月到几月 一字不改这样子 当然就有很多人上网去找 所以他的网络声量大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因为他真的 而且他又把这个陈其迈 跟蔡英文又砍脱到那边说 他们的论文也有问题之类的 所以说我觉得 他讲很多错话 做很多错事 然后你说韩粉有没有善 可能支持韩粉的人还在 这是没错的 但是那些韩粉 会不会真的动员出来 支持他存疑 如果那些人真的是支持他 而且认为 把他就是改成 改看成韩国一的 0.5也好 2.0也好 那他的民调不会这么差 你知道而且民调低得 非常的离谱 那就算说今天他 而且他越选 感觉上他的活动越选 越没有气的感觉 那这个周末 就上个周末 好像台北市很多议员跑 竟然不帮他助选 大概那个场景也看傻了 你知道 因为连一个议员选举 大概都不会这么冷清 他几乎没有活动 你有看到一个社团也好 或者一个团体 带着他去造势 带着他跑吗 没有 一个都没有 那你说包括江启臣 你就算一个党主席去 你至少号召高雄的议员们 动员他的支持者来 也没有 就在那边这么打什么球 还在那边搞 就这么三个人 就这样互相搞一下 我觉得真的 搞什么 我觉得真的蛮悲哀的 就是说你说谢龙介 你不管怎样 你就算辞掉台南市党不足位 好了 你当初在高雄选举的时候 跑得那么勤 你至少去参一咖嘛 去真的去帮一下忙 或者去站台 因为他蛮人讲的 也没办 你知道 第一个 他没有任何场合 有群众在下面 谢龙介到哪里去站台讲话 那你说如果今天韩国瑜出来 除非韩粉真的出来 站在台下 韩国瑜去站台造势才有意义 如果他没有那种场子 你叫韩国瑜怎么去站台 那比如说他还讲 八月那个什么侯友宜要来 你侯友宜再来也没有用嘛 因为你还是在那边 就是说三个人在那边 这样晃了一下 那个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他 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原来讲一下 我觉得国民党提名 他真的是一场大大的笑话 我觉得丢了他自己年也就罢 你整个国民党都被他赔进去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不过我想这个时期 你站在韩国瑜的角度来想 如果他将来还有一些政治企图和政治想望的话 他到底要帮李梅珍政台比较好呢 还是千万不要去比较好 你怎么看韩国瑜这样的一个情况 更何况李梅珍今天传说他上午又没有行程了 那会不会像菲菲姐讲的 韩国瑜到时候要来帮你助选的时候 结果根本没有什么行程可以跑 不过韩国瑜也别笑 他当初不也是这样 我觉得对韩国瑜来说 他其实已经婉转的拒绝了李梅珍 他已经拒绝李梅珍了 他说他的讲法是说我担心害到他 如果今天有人要来找一个 辈分高的很有能量的人来帮忙俯选 然后又是国民党这么辛苦的一帐 那这位大佬应该要说 亦不容辞 亦无反顾 力挺到底 我一定尽我所能来帮助李梅珍 可是他的反应 我怕我害到他 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是已经拒绝了 而且韩英怎么讲 韩英说现阶段对韩国瑜来说 就是要多休息 主动辅选不是他思考的选项 韩粉当然心疼韩国瑜 累了这么久 虽然也不知道他在累什么 我觉得对韩国瑜来说 他一定不会想要去帮李梅珍 持续在减少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他怎么能够帮李梅珍背书 因为李梅珍的民调就14%啦 目前看起来就14%啦 再怎么样都不会有韩国瑜墙嘛 所以他如果去挺了李梅珍 结果李梅珍又选了李梅拉拉的时候 他的政治能量就会越来越瘦 那他怎么样子去选下一个 那所以不管是江启成或者是朱立伦会怎么 哎呦你都已经瘦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要来跟我们抢党主席 就没有正当性的 那所以当然他会婉转的表达说 啊我怕害了李梅珍 我觉得他根本为了自己 而不会去帮李梅珍 好那你看李梅珍他自己选的 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认真在选啊 因为他的讲法是说 他要请这个韩国瑜来帮忙站台 然后侯友宜也是啊 这些都是党内中央级明星 可是当国民党的这些台北的议员们 他们老早就说要下高雄 然后每一周用轮班排班 他们还有一张表 对他不是说要轮流下去 对就轮流下去 他们真的有下去 什么张志刚就要下去好多次啊 李梅贤也下去啊等等的 这些人都下去 结果你知道吗 在前两天的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就是这个刚过的这个周末 台北市议员就真的 因为他们排班啊 他们就要下去啊 帮忙李梅珍辅选啊 然后高铁票也订好了 然后连过夜的住宿饭店也都订好了 一切都议员这边自己 自己都已经安排好了之后 李梅珍没行程 啊 李梅珍没行程 我要下去陪你跑行程 结果你没行程 我是去帮你辅选的耶 结果你没行程 那你至少排个一两个吧 让我跑一跑 所以你说对于这些议员来说 尊不尊重 气死了 你对其他人 然后你对其他人 哎呀我们要拜托他来辅选 结果我们这些要主动帮忙下去 跑这么远的行程 跑去要帮忙你的 热脸贴冷屁股啊 而且他一个行程都没有 太扯了 而且而且这个而且这些议员 还蛮资深的啊 就是政治经历啊历练 其实都比李梅珍要来的资深啊 好啦他们就不高兴啊 那不高兴了之后 就反映说那你候选人假日耶 六日里面星辰 后来结果到了晚上 李梅珍进选办公室发了 明天行程通知 有被逼出来了一个 所以你说李梅珍到底选的认不认真呢 他有没有在对党内这些想要帮忙他的 助他一臂之力的 能有没有照顾到呢 就是就是有没有要一起打拼 拼了这一场的这种意志力呢